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,克兰切围棋,在天津女排整体表现算成功吗? 北京时间3月11日讯,随着本赛季全国女排超级联赛落下帷幕。 对于天津女排最终不能登顶的原因,大家的分析和讨论却还没有结束。 特别是关于天津女排的外援克兰切围棋,她整个赛季,在天津女排算不算成功,也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。 那么从小编的角度上来看,如何来给克兰切围棋的这个排超赛季下个定语呢? 小编想了好久,个人认为还是精精业业这四个字最适合她。 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字呢? 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,其实所有的球迷,包括排球专业人士,都十分清楚,克兰切围棋并不是一流的世界名将。 她的实力也是稍有欠缺。 但是由于李莹莹是天津女排最为关键的核心球员,而且是队中最主要的进攻点,我们也可以从整个排超联赛的得分榜第一,而且超过了600分这一单项数据当中。 就可以知道李莹莹莹在排超联赛的进攻方面,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 她把张长宁和龚翔宇落下了200分左右的分数。 即使张长宁和龚翔宇少打了一两场球,但是哪怕再把这样的单场得分数再加上一场,得李莹莹也还有着一定的差距。 李莹莹莹的核心边攻守地位,也及她一传上的不足,决定着天津女排演员的目标还是主要围着保障型主攻的思路来讲。 而克兰切为奇显然是这一方面已经做得不错的一位主攻守。 转会价格不高,实力也不错,而且比较符合天津女排的整体风格和整体需要。 另外一点,就是在几场决赛当中,我们明显看出,在克兰发挥不佳,不能上场的时候,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一名外援,而对球队的胜负显得不怎么在乎。 而是一直以一种关注的表情来看着场上的变化。 为队友们加油鼓劲,同时也为他们着急难过。 这样的职业精神,至少让人从心里尊敬这样一位来自一国他乡的运动员。 我们的朱婷也在土耳其女排联赛打球,他正是因为融入了瓦吉福银行俱乐部队,还在他本身球技一流的情况下,得到了更多球迷的支持和爱戴。 也和队友们相处得十分融洽。 克兰在强攻实力,以及扣球的变化,包括对方拼发球拼出来的时候的一传上,都是有一些不足的。 但是整体来说,如果一定要给他打一个分数的话,以十分为满分,小编更愿意给他打7.5-8分。 也就是一个优良的分数。 只是因为他决赛阶段的表现还有所欠缺,因此还是不能给出他8分以上的分数。 即使没能和天津女排一起登顶牌超联赛,但是必须承认,天津女排的人员结构,包括队员的年龄组合,以及球队自身的打法特点,再加上北汽女排的高新演员和大幅投入,也增加了天津女排争观的难度。 。 克兰切维棋下个赛季还会不会继续留在天津女排我们不得而知,但是这个姑娘低调,努力,又比较刻苦,与球队队友也相处得很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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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